如果我问你什么是爱情 你会怎么回答我呢 学生党们可能脑海中最先想起的 就是课本中像极宣正的那一句 田有枇杷树 无其死之年所守之也 金亦亭亭亭如盖矣 又或是刘勇用蝶莲花写下的 一代建困终不回 为一宵的人憔悴 成年人的话可能会用电影来回答我 比如卡萨布兰卡中里克的 全世界有那么多城镇 有那么多酒吧 他就走进我这一家 如果要再剪短一点的话 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肖恩是一位前玉璧游戏场景艺术家 他失恋了 痛苦的他花了三年时间 为前人做了一款游戏 The End of the World 献给他过去的恋人 布里特尼 游戏没有台词 也没有剧情 但依靠着画面 你还是可以清楚地读到 肖恩和布里特尼 从相识相知相爱 到离别的点点滴滴 肖恩把这款游戏做成了一首诗 那接下来 就让我来为大家讲讲 他们的故事 又或者 是你们的 这里是肖恩的世界 荒无人烟 破败不堪 秦温显得有些冰冷 气氛也是 他搂紧了自己的身子 漫无目的地走着 经过了破败的街道 肖恩来到了一座石钟前 这是一个神奇的种 拨动它 时光就会倒流 他踮起了脚尖 用力地抬起手来 将石针拨毁了一大圈 那时正值深秋 他碰到了一位 扎着丸子头的女孩 穿着一系红衣 像是一整机的枫叶 都融进了他的气泡里 女孩甜甜地笑着 他一笑 满城的阴冷都变得柔软 肖恩的大脑飞速地运转着 他组织了一百句 掀开口的方式 嗨 你现在 过得还好吗 肖恩对着女孩打了招呼 但来不及等女孩反应 时间回溯 他泪流满面 跪倒在了地上 没有你的世界 不过是断鼻残垣 肖恩从梦中醒了过来 这里 是他用尽积蓄 埋下的一间小屋 虽然不大 但承载了太多的回忆 记得刚搬过来的时候 每当太阳升起 男孩和女孩都会起来看向窗外 聊着两人的未来 男孩总是对女孩说 我一定会成功的 以后 我要带你住大房子 每当说起这件事 女孩都会躺在男孩的怀里 温柔地笑着 或许 还会轻轻地刮一下她的鼻子 如今只剩下了男孩一个人 阳光依旧会在早晨照进屋子 但早已没有了温度 打开衣柜 换上仅有的一身情侣睡衣 走到了客厅 又是宿醉的一天 他打起精神做了一杯咖啡 猛灌了三口 桌子上还有一包没抽完的烟 数了数数量 应该还能扛一天 他伸手装进了口袋 离开了这里 这里明明什么都没有变 但却什么都变了 肖恩漫无目的地走在没有人的城市 思考着今天要做些什么 想着想着 就又回到了酒馆 桌上还摆放着昨天没喝完的酒 和没抽完的烟 他看着墙上的海报 轻叹了一口气 这间酒馆 是和你相遇的地方 那时的男孩因为工作压力 每天下班都要去酒馆喝上两杯 这一次 八台旁来了一位女生 他用余光撇了撇女孩 这一撇就再也挪不开视线 他好像没有在打火机 这是个机会 不介意的话 我这里有火 女孩接过了火 两人就这样聊了起来 这是他们爱情的开始 被火苗点燃的 炙热的爱情 从那之后 两人经常在这里约会 男孩握着女孩的手 怎么也不肯放开 时光回溯 他看着那张两人约会过的桌子 拿起桌上的酒 猛灌了下去 一场宿醉 他从郊外醒来 荒草丛生的这里 没有任何人的身影 他看到了那张长椅 那是女孩最爱带他来的地方 两人坐在这里 女孩把头放在男孩的肩膀上 有时靠着靠着 经常就这样睡着了 男孩歪头打量着女孩 被风吹起来的青丝 淡淡的笑着 对了 我还在这里为你画过画 萧恩突然想到 每个月的第三个周末 我会开车载着你来到这里 你会找一棵大树椅着看书 我支起画板画你 虽然每次都被你取笑画得不像 但每一幅画 你都会工工整整的 放在衣柜的第三个抽屉 用衬衫垫在上面 唯恐他留下褶皱 现如今 树也倒了 太阳 好像再也升不起来了 7月8日 多云 我又醒了过来 我想到 在三年前的今天 你在这里跟我提了分手 你感觉我们之间交谈的次数少了 你让我去跟电脑过一辈子 那一天 也是我第一次跟你吵架 我正处于失业上升期 如果不努力 我拿什么给你买大房子 你说不过我 跑到厕所把自己关了起来 小恩合上了日记 走出了房门 这一次 不是漫无目的 他找到了一间影院 这是他第一次吵女孩的地方 也是每次吵架后 两人和好的地方 不管吵得多凶 看一场电影 下一次管子 说出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 两人总是能和好如初 而如今 影院就要被拆了 不过倒也无所谓了 毕竟 我再也捧不到 那个和我一起看电影的女孩了 7月9日 雨 今天我实在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准备一会儿去酒馆看看 如果有酒的话 今天应该就会过得很快吧 7月10日 醒来后 周围变得有点不一样 按下时钟 我才会回到现实 但时钟明明是回到过去啊 我的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我准备出门看看 客厅上又做了一个我 我却不觉得奇怪 电梯里边的火红 总感觉会通往地狱 下了电梯 世界分为了红白两种颜色 左边是红 右边是白 奇怪的是 右边竟然有人 我竟然可以听见里面传来的声音 有市场的叫卖声 有小孩的哭声 还有地铁道站的声音 而左边 虽然什么都没有 但我看到了你 看到了我们 看到了我们往日的零零碎碎 虽无人计 但处处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这就够了 游戏共有三个结局 在第一次游戏时 我选择了活在回忆里 成为了为爱情云命的傻子 可能会有人为肖恩感到不值 但可能经历过失恋的朋友们 都会理解他吧 在刚刚失恋的时候 选择逃避现实 活在回忆里 并非是挪夫的表现 从肖恩描绘的画面 你绝对可以感觉出 他爱得有多深 相反的第二个结局 是回归现实 你向右走去 穿过西洋的人群 这个世界里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他 他找了一张椅子 坐了下来 他不知道自己要花多久 才能走出来 但回头看了看身后的行人 他知道 即使失去了那个女孩 日子还是会继续的过 他或许还会碰到下一个他 相识相爱 结婚生子 平平淡淡的过案这一生 或许在那时 他才会彻底的走出来 真诚的祝福 路过他生命中的那位女孩 祝他幸福 第三个结局 相比第一个更为消沉 肖恩脸喝了三天酒 大醉中 他发现自己飘在了海上 碰到了一艘船 他扬起船帆 漫无目的地飘在海面上 在这一个结局里 他选择了逃避 这是一个失恋者做的游戏 也只有经历过失恋的人 可以真正明白 肖恩所经历的 我就不做过多解读了 经历过的人 不需要别人的安慰 失恋到最后 一定会变成自己自愈的过程 别人说什么都没有用 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失恋的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 一定会带着更好的心态 去享受 直面人生的每个阶段 可能吧 幸福和正义一样 有时候会迟到 但是绝不会不到 说句题外话 有些人看到这里就要说了 我连恋爱都没有 谈什么失恋呢 那对于这些人 送你们一句 我很喜欢的话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一定要告诉他 不是为了让他有所回应 而是让他在以后 黑暗的日子里 否定自己的时候 想起 世界上还有人 这么喜欢他 他并非一无是处啊 The photos on my wall remind me that you were once real The pictures in my head on replay won't allow my heart to heal All the emptiness I feel without you in my life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When I keep asking why Why Where did you go Why were you taken for me I'm still waiting for you To show signs of your beauty I looked up at the sky And pray S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